DK 健行104學年度升上公開一擊之後 就從來沒有掉到市場外 這是一個對於健行課 大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紀錄吧 我覺得因為從第一屆的球員 到現在在校生 我覺得他們能夠繼續維持這樣一個四強的紀錄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我當然也希望未來的學弟 也能夠延續這樣的好的傳統跟紀錄 你帶到一半這邊的時候 帶到這邊的時候 他那一探頭 棒地板就塞下去了 你們越在領先的時候 你們越那個傳球不能發生失誤啊 八強其實前面兩場 沒有 全部七場 其實我們都打得很辛苦 沒有一場是那種輕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進到小巨蛋 最後兩場球真的要把我們之前該有的那種 像預賽那種的氣勢還有那些強度 就給他上井八條給他拿出來 現在大家重重調的就是 每個階段每個階段就更好 像我們有輸到台藝 然後也輸給政大 然後我們就是從中間有意識到 我們自己的哪裡的不足 跟像是我們的失誤太多啊 跟防守的失誤 我覺得我們在每個細節都去做修正 當然我覺得我們在八強賽 感覺上比較沒那麼穩定 當然就是在進攻關的部分 蠻多場球失誤太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未來 小巨蛋兩場球必須要在這兩周 去趕快去修正的部分 他覺得 其實我覺得 蠻多場在... 今年賽季在每一個階段都有... 逐漸的在成長 那他也努力去學習他之前的... 不管是谷毛维嘉 林俊吉 或者是上一届刚毕业的高景伟 他们去如何去做到之前学长 在球队中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他已经慢慢越来越融入 也越来越清楚知道 他在场上要怎么样去帮助这支球队 就跟以往搭配过的都不同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优点 我跟骑身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 去谋谋跟沟通 然后我觉得 我相信在四场我们会打出不一样的默契 我也感谢教练团 孟祖哥 然后不管助教他们 就是该告诉我该怎么做 然后其实我会常去看警委 然后不只警委 然后甚至阿毛然后阿吉 他们这些都是 在大学时期 他们该怎么去带领球队 然后在场上他们做了些什么事 然后让整个球队打起来 更有践行的感觉吧 希望自己能在这一年 就是赶快有突破线的成长 这样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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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其实从禁区 然后到大学 现在是在外面 从高中培养到现在一定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 该如何用这个我们的配合度去吸引到更多的协防 然后外面才会有更多的控宝 然后当然小刚跟陈勋在一些处理球跟他们在场上的经验吧 就相对的会比其他人来的更成熟 而且但他们其实也会很常提醒我 所以他们在场上也很乐于跟我讨论 所以也很常给我意见 然后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我有自己有什么想法 他们也会说就是叫我勇敢去做 去做我想做 我觉得当然基本上我希望场上的五个人 都能够去分担到一些进攻端的责任 但我们的战术的环绕不会是设定在某些球员特定上面 而是去产生到一些不管是掩护 或是快速的倒船切船之后 就产生在当下那个情况里面 机会最好的球员 然后我想这是我们在未来两场必须要去做到的事情 虽然说我们四强是输 我们八强输给你们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四强会拿回来 我知道球员包含我自己 我们可能目标不仅仅于此 我们当然希望重新回到冠军战 然后甚至拿回我们失去的冠军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管是教练团或球员间 我们在心里都想要去说的事情 但我觉得我们并不会在嘴巴讲出来 我希望最后两场用实际的 不管是进攻或防守端 去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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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